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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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在佛教的整个的生团当中 我们需要深重来注持正法 我们也需要信众 居士来护持正法 深重者要注持正法 居士者要护持正法 那不论是注持正法还是护持正法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跟理念 就是行菩萨道 那从行菩萨道的一个因缘之后 我们就进圣经圆满部体 所以就进圆满部体 所以就进圆满部体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到 在佛陀佛教的时代 在佛陀的时代 佛陀能够顺利的弘扬正法 能带领的一千两百五十位长随众比丘 在恒河两岸 这种侯法利生 不单单只是靠着僧团的因缘 还得仰仗着护法居士 来提供了很多的修行的条件 这才能够很如法力 来成就了侯法利生的因缘 那一千两百五十位长随众 一千两百五十位长随众 一千两百五十位长随众 每天都要吃东西 要找大的松仔 那个符号都要特别的大 当然一方面也让很多的居士们 感受到佛陀的慈悲 还有感受到整个僧团的状怨 一千两百五十位比丘 一出门一脱波起司 红挂一方的时候 哇 那个状怨 真的 我们现在要碰到 能够看到这个深咒 这个脱波形起 脱波形化的因缘 都非常的难得 但在佛寺的时候 比丘的脱波形化的因缘 可以说非常的具足 而且都让信众们非常的涉及 但是这个因缘过程当中 自然就让很多的居士们 也萌生的想要出家休息的生活 但是呢 不是你想出家因缘就可具足 很多的因缘没办法成就 因为在这些居士他必须面对的 第一个是他们的家里 价格 在你的属性 在他扣的独立 不是你可以很全心全力的 就投入了道业 整个修道的时候 我们可以完全的投入 对我们无法居士而言 他就有他的难题 有他的难处 价平属业 你感觉到他属业 假如在家庭 在各方面的因缘 没有办法非常安定的时候 你想从小也许成为了你的障碍 那事业呢 有时候 关系到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是整个的工作团队 所面对的因缘 所谓事业 也跟着他的修行 就会产生了一些坏性 所以在家业、事业跟闹业 这三者 要兼备圆满 对付款居士而言 确实有相当大的考验 那也因为这样 佛陀了解到居士们的 这方面的学习条件的限制 才格外的开源着 能一日一夜的 求受八万灾戒 可以过着出家 有同样的生活方式 但是这个八万灾戒 护法居士 可以来求受八万灾戒 虽然是一天 但是这一天 虽然还是在家的生分 但是你妹的心是完全的离遇 完全的离遇世间的欲望和满足 完全离遇世间的一切的诱惑 不管今天的外在的环境 多么的美丽 或者现在整个的外在的环境 有多么优惑的条件在诱惑着你 你的心 依然跟他们产生了一个对比的环境 不相应的 不管是那外在的环境多么的优惑 你都不会在一起让来 当下的心 不起任何的感觉 你的心是全当成离遇 离开所有人 所以出家就是一种离遇的生活 离遇的生活 离遇的生活 那离遇的生活是离遇欲望 这个欲望 从何而来 我们来这个苏国世界 这个苏国世界里 跟这个有改 这个欲界啊 就是因为贪欲 我们这个五官堂的训练 防心离获 贪等为终 种种的遗境的故事 因贪欲而起 贪美色 贪美身 贪美食 贪美味 贪这个美丽的衣服 贪欲怎么样 内心 对外的那种感受感觉 贪失 贪念力 就起了分别对立 起了分别对立 就起了善恶 起了是非 就起了挂爱 就起了种种的种种的难受 因为这个轮回啊 我们说谈这个轮回 这轮回不是我这一生 结束了之后到下一生 这是一个大环境 大环境所感受到的一个 轮回性 但就从我们性阶段的 整个的身心世界而已 你对外在的美色 你放不下 你就因为外在的美色 而让你受苦 而让你轮回 你对外在的阴深美深 让你感受到不自在 你就会因为外在的阴深的美色 而让你再受苦 这就是我们心的问题 主要离喻 才能完全的离喻这一切 这一切 外在的用 又火 那我们要 再了解一下佛陀 对于八万灾界的遗远 在清解里面 有一部剂叫做 观五样瘦佛经 我们称了十六关经 简称十六关经 有谈到关于八万灾界的遗远 为什么我们要求受八万灾界 还有刚刚谈到的建立在抵御的生活 我们要先把这个主题 先把它感受到 今天不管你是什么遗远来到我们潮禅寺 来求受八万灾界 不管是因为师父的条件 环境道场的庄园 或者别人修学来都不管 不管当时是什么一年来到我们这里求受解法 重点我们都会会在离喻 那离喻必须要一个离喻所带给你的一个修行的感动 就从关于八万灾界里面来谈 关于八万灾界呢 这个当其中 是离喻罗网跟鬼离欺负人 这离喻罗网本来就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这个居士 这个国王对佛法对三宝非常的虔诚攻击 对生团可以说是全力的在控制 对佛陀包括佛陀的弟子 他都相对的非常的恭敬 非常的虔诚 那韦提西夫人呢 这个二代人也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一个佛陀者 这个佛陀的弟子 那这个离喻网啊 之所以啊 之所以啊 会对佛法这么的恭敬啊 这也必须呢 要感恩呢 这个韦提西夫人 这个韦提西夫人呢 当时啊 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陀佛教徒 那因为呢 他假如九寿八万在这之后啊 他就完全的离喻 那国王呢 这种 你是遇到一来的 这个韦提西夫人啊 都不为所动 这个苹果说了我就觉得非常的好奇 非常的奇怪 用尽世间所有的一切在用过着你 韦提西夫人啊 完全不为所动 完全不为所动 那苹果说了我们就因为韦提西夫人啊 这样对法的恭敬 跟这个号要对这个人吸引 也因为这样 苹果说了我们才开始对佛法 产生了恭敬 就再也不犹豫 就再也不犹豫 可以说是很恭敬 在法上呢 来产生一种信念 跟耗力 那国提西夫人呢 他实践非常的重要 有一次 就是 乔摩托拉罗 用尽所有的方法 要引诱着韦提西夫人啊 这个 喝酒 要不也陪他多久 要不也陪他多久 但是呢 这韦提西夫人啊 他就跟国王 怎能说国王啊 不已说五戒啊 那也说八般在戒啊 是要远离一切的酒色 国王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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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国王呢 又非得要求 我迪西夫人来陪他 不然的话 他就要用尽国家的资源 来障碍者 脱口国法的音乐 这韦提西夫人啊 这感觉到非常难过 他就跟国王讲 说国王 假如啊 牺牲了我一个人 可以成就让所有的生活 在安乐的生活条件之下 他愿意啊 他愿意啊 在西夫国王以后 千万千万怎样 不能障碍身旁的修行 就国王一听 你平常是这么的坚定 你怎么可能为了 这样的一个条件啊 你宁可自己怎么样 需生也要成就 让生团 可以和法律生的人缘 所以国王更觉得 更觉得怎么样 觉得很特别啦 你修行你可以延迟境界的时候 你的境界可以自然而然的 可以提升 但是 是你为什么愿意放弃 那我提醒问题就跟国王讲 没有了身法 就没有了正法 没有了正法 以后 又有谁能为我们传授祭法 又有谁能为我们 弘扬正法 牺牲了一个人 牺牲了他自己的修行 但可以令生团正法组组 我可以毫不犹豫的 为护持生团 全心全力 说国王 听了我也是 西夫人正明说吧 说我身为一个国王 既我竟然从来没有去思考到 让生团整合安住的事 这样的一个心情 我竟然只想借用着我自己的权力 去威胁 逼迫着你 来配合他 想尽世间的欲望 国王因此而感到惭愧 所以对韦迪西夫人 更加的疼惜跟宠爱 那最好的疼惜和宠爱 就是全然的配合他 如此的佛法 如此的佛教 所以平坡说道 就因此而成了非常非常恭敬的 一个佛教徒 所以当一个人的恭敬虔诚 也许你当时要感觉到是危险的时候 但可能那个危险 这样子为人才能拽进 也因此而感动和拼迫出路啊 所以我们看看一个 护法居士的那份精神 他不会说我来这个生团 我付出了多少 生团给了他多少 给了他多少的关怀 因为护法居士 他所想到的 并不是这一个城市 而所想到的是 假如没有了生团 我们今天能够求受戒法 是在生团当中所求受的戒法 离开了生团 就没有戒法可求欸 没有了生团 就没有人为我们归医 为我们传说武戒 阿万战戒 乃至沙咪 乃至比丘吉 菩萨戒当中 所以所谓的正法教授 就是有一个非常庄严 亲近如法的生团 来助治正法 所以只要是商保的道场 能够如法如云的 过去这些修行者 都这么样用心地去维护着他 我们身为新时代 现在的我们 佛法传世记已经2560年了 现在的责任是在我们身上 我们现在有一年能够求受 我爸妈再见 我们今天有一年来护士道场 我们能给道场是什么样的利益 而不是道场给我什么样的关怀 道场只不过是大家齐聚在一起 休息动空的场所 但重点就是我们齐聚一起的心 是可以产生祂的力量 产生祂的作用 此力量跟作用 就是所谓的功德 这就是所谓的功德 而这个功德是因为 我们现在就像一栋房子 要有栋有梁 有梁 有柱子 才能够撑起整栋大楼的建筑 我们每一位护法者 就像一栋建筑的栋梁 来撑起整栋大楼整栋房子的 一个功能 虽然我们所做的事情 未必被人家给发现到 或是未必被人家给发现到 但是 你的功德 你的作用 从来都没有介绍 那佛陀也因为忽略的局势 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所以 我们对一位修行人的观念 离欲来的 离欲 离欲不是只想到自己 怎么解脱就好的离欲 而是此离欲 是我用尽的我对法的功劲当中 令正法不断的延续在此世间 发光发的 而不是只想到父母要怎么解脱 其他都稍微不断的 那不是修行修到最好 那是越来越主书 是各位的心情 你让你的心情是越来越高 想到越来越高 那么你变改 改立智慧却越来越高 你的生命的深度 你的生命的厚度 你的生命的厚度 跟生命的长度 就在你那一念间 慢慢地培养成长出来了 你生命的深度 一个人的生命的深度 不是他活着多久 而是他的智慧的影响力多深 像我们的学壮大师 像我们修摩洛士 这几位呢 过去的古德 虽然他们的有限的生命 不过短短数十年 可是他们的生命 智慧影响到现在 还一直存在 他的生命程度 到现在还没有解释 他的生命的后 就因为多少人读过了金刚经 多少人读过了金经 多少人因为 看过了佛教徒发力精品之后 而佛奉生日出家修行 乃至能断关堡 得解脱的境界 成就了多少的圣者 是生命的厚度 是生命的宽度 但一个人的解脱 就影响了另一个人 影响了另一个人 影响了整个 多少的团队的解脱 影响了多少人 因法而得到功能 得到另一个作用 生命的宽度 所以我们每做一件事情 没想到 只是事情结束了 我们每一件事情 刚结束之后 它的作用 才开始在影响着未来 我们生命的深度 厚度 宽度 我们可以自己去好好地 掌控 但是此生命的深度 宽度厚度 我再举这个十六关键 来跟各位作用分享 也跟我们包含着直接关心 贫婆说 罗尔 贵为窝王 享用了世间的荣华富贵 有宽有赛 可是呢 因为他们的儿子 叫阿瑟四王 阿瑟四王因为仇恨 当时释迦祖 对他的一个亲世 这个维迪西夫人 她本来是这个 索托罗的女儿 但后来我们 为了要下嫁给这个 冰伯苏罗 那她呢 就 假装 为作成为公主 他下嫁给这个 冰伯苏罗 那有一天 这个冰伯苏罗 知道了这件事情 当然怎么样 也并没有因此而怀恨 因为她已经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那维迪西夫人 有一天回娘家的时候 诞生阿瑟四王 是阿瑟四王 那当时一回到娘家 还是回到这个释迦祖 的时候 原来所有的释迦祖 都知道她是索托罗的儿子 在印度式母性社会 只以母为贵 只以母为贵 大家都知道 这个什么什么太子吗 本身就是一个奴隶的儿子 就非常的巧妇起他 他没走过来 大家就唾弃他 用眼里的乱 来所获他 但他非常的难堪 这个阿瑟四王 因此起了程度性 回去的时候 就举兵召唤 串位 把她的爸爸 因为她什么怎么样 带兵 那样的攻打 就死就 然后就把她的爸爸 那样抓起来 串位 重点是 她把她爸爸抓起来 是把她爸爸 关在这个 地牢 把她关在 一开始呢 她并没有把这个 韦迪西夫人关起来 可是当时 韦迪西夫人 看到她的丈夫 就是联伯说的 被关在地牢 这个阿瑟四王 非常的宣传 他下令 不准任何人 送任何的食物跟水 进去地牢给国王 给这个老婆 比如说 就是这样 娃娃要夭死 一个人 一个正常人 不吃不喝 顶多撑个二十一天 顶多撑个二十一天 哪两三肝 那一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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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夭死她 平坡说 我们在地牢里面 感受到这个苦 但是 韦迪西夫人 她毕竟是个 阿瑟四王的妈妈 她叫被 阿瑟四王 别人总不能去看她 那我总可以吧 不是你的妈妈 也是老婆王的太太 我都不带任何事物 你就让我去看他好不好 他者是我 好不好 你不要带食物 不要带水进去 你可以去看他 反正他就只要二十一天 里面要把国王给二十 结果二十一天多了之后呢 国王并没有跟此合怎么样 反正气色非常的好 反正怎么样 过去的这个精神 更加的有气息 有气息 这事就非常的奇怪 奥底是何英语呢 都没有送食物给他吃 也没有水给他喝 我还可以活得下来 不但活得下来 活得这么的有精神 他就脱脱了去观察 才发现到 原来是韦迪西夫人 他每天洗好澡 就在他身上涂抹了这个 所谓的蜂蜜 所谓的这个蜂蜜 甜蜜 是涂抹在他身上 填好了 这涂抹了之后 把英语穿起来 到地牢里面 去看看孤瓦 然后在孤瓦里面 填使他身上的甜蜜蜂蜜 就这样我处活得下来 这个阿瑟士 我一发现 我还来是这样 哇 又更生气 更火大 就把韦迪西夫人 也把他关起来 关在冷宫 厚厚的冷宫 把他关起来 让这个老婆王 跟这个韦迪西夫人 两个大 分开 永远很激怒 在地牢里面 是不见天智 在冷宫里面 也不让他 限制了他的流动 也让他自己流动 好 这个时候就考虑你的修行 韦迪西夫人 跟平伯说 都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可是他们帮他们这种精进 没有对佛陀 对佛法有任何的怀疑 或者有任何的承认佛 反而 这个平伯说的法 就在地牢里面 从这个地牢里面 仰望着灵鹫山的方向 请求了世尊 说世尊 世间 为何这么的苦 世间最苦 不会被自己的儿子 给关起来 甚至儿子要把佛 或者把他给饿死 这世间是最好 没给你的儿子 这样给你 好 真的感受到是那种苦 一苦我想到离苦 就心底下 他并不嗔恨他的儿子 只是感觉到 世间何以这么的苦 所以世尊 你呢为我说谎 但是 平伯说的 我们要知道 知道 这个 世尊 非常的法务忙 很忙 就说啦 我不敢劳将你老人家 亲自来说谎 你可以拍拍你的弟子来 为我说谎 世尊当时呢 就亲自的从灵鹫山 拜托木剑连尊者 跟虚无连尊者 前往地牢 为平伯说法 就在这个时候 开始 为平伯说 每天送八万再见 每天为他讲八万再见 求送八万再见 那时候的平伯说法 就非常的感动 他就在地牢里面 虽然身体被关在地牢 可是他的心 每天与法下面 每天与法同在 因此 他在很短的时间 就证得了出口 在这就是 就因为这样 已经送八万再见 在地牢里面 完全的领域 而给他最大的 一个力量的知识 是因为知古而要离苦 至先在离苦 如果啊 被自己的儿子给篡位了 篡位了 就算了 还要把他给关起来 还要把他给饿死 安泰悟空 这一段时间比起来 也许我们顶多被孩子 都罵了几句 也许孩子都乖了 心得让我们烦恼了 但不终于把我们乖起来 没有我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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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我们搁死 这种世界最大的排文 这个世界最大的抗的事情 去人又回提西夫人 跟平坡说 让我们肚子 台湾不是一般平民百姓 是国王耶 国王招使灾难苦不苦 是那一个苦的力量 让他全然的要超越要减多 好不犹豫 所以在那个时候才在地牢 会平坡说 讲了这么办法在一起 那当时呢 就在地牢里面 给鬼迪西夫人 跟平坡说 同时 为这两位的求送办法在一起 一个在地 一个在地 一个在后 一个是由阿难尊者 好像在经典面近来 阿难尊者 带着这个加山女尊者 去跟 鬼迪西夫人送办法在一起 平坡说的 是由虚文女尊者 跟木剑女尊者 但是都是佛陀亲自去 佛陀是用的他的大威得力 所以各位假如有到印度去朝圣 就可以看得到 当时这个佛陀罗 被这个 关的这个地牢 现在还在 那个遗迹还在 遗迹的方向 仰望着灵鳩山 其实是不远的 它地牢里面有一个窗口 仰望过去就是灵鳩山 灵鳩山这个方向是可以 现在这个 这个古迹这个遗迹还在 还存在的 当时关着 国王的那一个地牢 现在还在 我们曾经去 这个朝圣 去了解国外 真的 那个地方看过去就看了 那 世尊就用了他的威得力 那他的地址 大家都是大树心臣 当然这个神都不在话下 也因为古王的 攻进虔诚 改变到这 世尊率允的地址 他一直去到地牢 对他说到 那国王呢 那国王呢 一得到正法之后呢 他非常的清楚 一切的生死念 皆因 以念心而起 他没有怀恨了他的阿什斯王 他的儿子阿什斯王 反而怜悯了他 当然呢 在这之后 阿什斯王后来也被 佛陀佛陀的佛陀给教 后来阿斯斯王也成为这个佛教徒 这个呢 这个是后面的音语 这个我们就不谈 那跟各位谈的是 被佛说 在韦迪西夫的时候 遭受到的苦 他被儿子给灌起来 不让吃不让喝的 这理性的感觉不太苦 你说有别人害 说可能是结婚的事 让自己的孩子害羞 有什么样的事 可是这一根最苦的事 这一根最无缓的事 这一根最无缓的事 既然知道 我们的老公和平坡所有人 人家碰不到 那一种苦的力量 就应该这样 吴迪西夫人 才在这个地劳门宫里面 祈求世主 说世主 你可不可以教导我 开导我 此世间如此的 此世间如此的苦 此世间如此的苦 我应当如何的苦 我应当以和为安住 师尊妹 就在韦迪西夫人的情法之下 用她的大功德力 大威德力 显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专业 黄金为地 作业六十出的牙齦 一切的音声皆在说佛说法说实 非常的重要 开到了极乐世界的状态 韦迪西夫人啊 非常的感动 这个 回末说道明非常的感动 但是 韦迪西夫人来了 重点用 韦迪西夫人就跟佛陀说了 说佛陀啊 现在 因为有你 因为佛陀的慈悲 因为你的威德力 可以用你的威德力 让我看得到极乐世界的重点 也可以让我们呢 在佛陀的一个持光加持之下 而得证到敌苦 得乐的力量 但是 末晚的众生 佛陀你讲的不在人间啊 后世的众生 将以和为安住 以和为泄脱 又以和力量得生极乐世界啊 韦迪西夫人啊 非常的慈美 他们不会说 所以说我一个人啊 以和力量得生极乐世界啊 其他 其他人 外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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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反而来 念自在自 默罚的众生 默罚的众生 以和力量得生 不提 佛陀就赞他们的佛陀西夫人 所以你的慈悲 你的护念 你也不会一世间感觉到苦 而你厌恶了此世间 你厌恶的是你不敢做他 但不是你讨厌他 厌恶不是叫你去讨厌他 是叫你远离他 不敢做他 但不是叫你去讨厌这个环境 讨厌这个世界 佛陀的反而 赞参的佛陀西夫人 你在这个极为困难的环境之下 你还想到获胜的众生 佛陀 佛陀 跟获胜的众生 讲说十六关节 才有十六观法 观想极乐世界的成就 就是这样来的 那其中有一个 就是观想 只要你能够呢 在一日一夜 求受八方斋戒 者能够称恵 阿弥陀佛的圣后之恶 你恭敬专注的诚念 一日一夜 可以得正 不退出来 可以一日一夜 求受八方斋戒 有如此大之功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求受八方斋戒 给予的体育的功夫跟力 所以师父能先 借用着这个平衡 所罗网 给威迪西夫人 他们的照应 我们要先看看 我们世界比较苦 我们也不去看 觉得他是国王 我们是一般八世 但是我们不会让人 他在这汤 没汤吃 没汤冷 所以中午的时候才去喝汤 我们在过汤 我们有饭吃 有水喝 还有多少你没饭吃 没水喝 很苦 我们也许在生活上 有几次的更容易不顺遂 但我们也没有像 苹果缩落 我们像玲迪西夫人这样 被自己的儿子这样的 顶礼盖 不成人形 我们顶多被自己的小孩 也许被顶嘴了几次 也许他让我们操心了几天 操心了几年 但他不至于对我们 这么样的财报 世间最苦的人 没有说到 都碰到了我们 一比较之下 我们还算有福报 但是我们不能平然这样说 不干我们的事了 究竟好像是他们 最苦的人的事了 而是我们更应该珍惜 我们现阶段所拥有的福报 我们此时不离久 何等待何时了 此生不像亲生 不更待何生 懂此生 这世人不把这个食心肉 这些苦闹法都不离 要等待何时 现在我们有福报 让我们刚才 我们不跟我们说 以后有记录在这里想 以后 有可能我们在去 无所谓用命迪的人 那些是有可能 如果没有苦力 还好我们都没有苦力 你究竟有苦力 我们在天安想想 我们怎么修行 我们怎么用功力 所以啊 一日一日的功德 就在那个全然的地 因为他对此事件 好不然昨天 因为欧弥陀佛 发现成就了极乐世界的 装迷摩尼 那也因为世间摩尼佛 我们的世尊 透过他的辉德之力 大家会提醒 会看到极乐世界的状怨 而教导的持就关系 要成就的领域 那当然这是禅定功功 有持就不然从日落官 一直到最后的 这个西方三圣的成就 这十个关键 各位有机会 各位去多阅读 那重点是 你能够在一日一夜 一日一夜的功夫 何以这么的殊胜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在念佛的心 你在求法的心 真不真诚 这个例子 我常常这样自己拒练 我也常这样来告诉自己 要求自己 跟各位分享 可以拆考一下 你在念佛命头 因为欧命佛佛的心的真 因为欧命佛佛的心的真 是全心全力所承认出来的 是全心全力所承认出来的 好不犹豫啊 很肯定的 净土事件 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长久安住 不退转 只自称佛 等等的英零功夫条件的 怎么样 宝教慈航 来指缩佛 维路佛佛什么 不如去 它是我们那个离苦的力量 我们一日一夜 在求说戒法的时候 那个离苦的力量 使功德之殊胜 八幻灾界的功德 在第三条件 谈的是不赢 五戒谈的是不起 那不赢就是要全然的离 那这就是整个的戒法当中 跟初戒法是全然的 一样 所以我们称为 一日一夜的出家生活 全然的放下世间所有的欲望 不管是世间什么的欲望 包括男女之间的欲望 出家的修行功夫 在那一念经开始起了作用 这个作用你要把它保持得住 不像韦迪西夫人 他捍卫着僧团 能够正好久住 不容许国王去破坏影响 我们今天有幸来到生团的欲望 生团也许 让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觉得 也许不顺遂的 也许不如意的 也许不如我们的意的 那你不会对佛法和思绪信念 你反而很清楚 原来这个就是书佛事情 譬如佛说那种 不过是被关在地牢的一个囚犯 我们是关在整个欲见的一个大囚犯 我们是被整个欲见之牢给团住了 我们不过每天在享用着欲望 而不是在应用着智慧 因此通过一日烟的那种功夫 就是这一念心的超越 这一念心的超越 我们知道顿悟 什么叫顿悟 顿除烦恼 悟无生人 顿悟 顿除烦恼 我知道此世间不可爱 我知道此世间会让我颠倒 会让我产生种的妄想之种 所以我顿除烦恼 那么悟无生人 无生人不退缓 你不会再去对此世间的诱惑 不会再动摇了 就这样 我们能出家 还是我们能够学佛 而去对出家的那份的道义 道心 你用尽世间所有的保护 不要去改变我对出家的这份坚持 勉弓 好不容易 当我们从求受包办在这里 那一念心开始起 你的福报已经超越了世界 所有的这些大富翁 在这国家 你已经在这世间的东西 你的福报在里 都比你给一个大富翁 就比较富翁 你们肯不肯定 你不想跟坚定 你们肯不肯定 你从大富翁 大富翁 宝殿 求受戒法 那一刻起 你比郭台湾还比较好 你比黄英平还比较好 你有相信吗 你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想法 相信 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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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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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相信的是什么力量 这就是道心 因为我们很清楚 那个信念是 世间所有一切 重蓝充满的七宝 此世间的功德 抵不过 今天刚刚所谈的 世俱记等等 那一刹那些 一短暂性 但是可以让你解脱 有这么一个功能 一位老板 他把他的员工找来 做员工 因为这个老板年纪大了 他要把事业继承下来 要传承下来 他把那员工找来 就跟他员工宣布 我给每个人十两银子 谁可以在这十两银子当中 买进所有的物品 把我这个整个房子怎么样 填满了 谁就可以继承你 我这十两银子 我这十两银子 我这个员工呢 一拿到十两银子 就开始想办法 我这十两银子 要买什么 不管你买什么 只要你会把 整个 整个这个仓库里面的 这个空间 把它堆满了 你就可以来基层室里面 十六银子 这个房子这么的大 怎么买 怎么堆积都堆不满啊 好多人都放弃了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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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过只花了两毛钱 买了一根蜡烛 来把蜡烛点亮 把整个仓库的黑暗 都照亮了 点亮之后 他就跟老板讲 老板啊 我已经买好了 你现在 我只花了两毛钱 去那早已能够点你 老板说你买什么啊 那么少的钱 可以买这么多的东西 他说我就买这个 我带你来看啊 你看 一根大桌 点亮的智慧之灯 就可以照破 所有的蜡烛跟无名 假如你那一面心的亲近 是否能够照破 累积的无名的外套 所以你们 是不是 快点好起来 就比较好 一面心 帮你们整四个字 点亮 你不是这样赌吗 有没有点亮啊 我说 哎呦 还是点亮 我很胖胖 有没有点亮啊 有 对 一定要把它点亮 在亮啊 智慧之光亮啊 智慧之光亮啊 无名黑暗 再也影响不了你了 世间所有的诱惑 再也动摇不了你了 所以我们很正悔的 我再讲一个故事 就是讲完 让他们休息一下 对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啊 是佛陀讲的这个相亡性啊 这个佛陀的营远经 营远经营远经营远经营远 那有一天啊 就是国王啊 因为呢 他糟糕了天下 谁可以取得到相亚 但是你要说话算话 他们只要分风土地 给他人做一个奖赏 那其中就有一个烈人啊 就一个烈人啊 跑去见国王 想说国王 我可以去取得相亚 但是你要说话算话 你要分风土地 以后 国王就跟他说 我当然会分风土地给你啊 但是啊 国王就跟这个烈人说啊 你要去抓相亡 要取得他的相亚 不简单 但是相亡的王啊 他的本身啊 非常信奉活法 很慈悲 你只要啊 把这个出江人的袈裟给穿上 你就可以去接近了相亚 你就比较容易可以 能让取得相亚 这个烈人就知道了 回去就伪造了 伪造了 把头发剃掉了 把袈裟穿着 袈裟里面就藏着猎枪 这猎枪有毒的 因为要把这个 用这个猎枪设施的相亡 才能取得到相亚 当这个猎人啊 伪装成出江人 他穿着袈裟 就忍辱了 把这个接近的时候啊 这个相亡就跟这个 这里面的这个小象啊 大象啊 就跟他们说 哎呀 有出江人来啊 我们来怎么样 来听听啊 这个出江人说法 当这个猎人啊 伪装成国王的时候 这个伪装成出江人的时候 伪装成出江人的时候 这个相亡啊 就开始跟他的大象 跟他的这个群众说 这个猎人身上 他所穿的袈裟 是最尊贵的 他穿上的袈裟 他应该不会善爱我们 我们大家呢 应该要放心的去接近他 他不会善爱我们的 因为他有袈裟 大家就听了相亡的话 就乖乖的去接近了这个猎人 这个猎人心就想 我都不用离开 你就自己找上门啊 好吧 猎人就拿起了猎钱 以及就射杀了猎王 当这个大象一看到 相亡被射杀的当时 赶快要去怎么样 要去打死这个猎人 这个相亡说千万不要去打他 这个大象就问哪相亡啊 他都要取一个生命了 你还这样的忍辱吗 你说他穿着袈裟 他就不会伤害我们 可是他伤害我们了 他这个袈裟 你怎么做用啊 这个相亡啊 再次的叮咛着他的大象 他说 袈裟本身没有过失 过失是穿袈裟的这个人的心 过失在于那个人的心 不在于袈裟 你要把这些过错过失 算在袈裟身上 我们原谅着 我们不仇恨着他 我们不仇恨着他 是因为我们对法的恭敬 我们不容许 我们不仇恨着他 在热热的阴云之下 而伤害的深感 伤害的佛法 大象听到象啊 在被射杀的当下 对法依然这么的虔诚 毫不如云的对法的恭敬 这就是修行者的道性 他很清楚的意念分明 问题不在于假傻 是在于人的心 道场本来就是让我们修行的 问题不在于道场 是我们对法的信念的 受持的力量坚不坚定 道场为什么会有分争 这不是道场的问题 是我们对法 有没有故性的问题 法陆希 当然你就承认 当然于是 当然你就进 法陆希 一切的灾难就远离了 那大象就问了象 你这么恭敬你依然 还要招书辞果化 那你信用佛法有什么用啊 你还是被虐杀了啊 相望做错了 我招书辞果化 是因为我多生多结以前 一个无恋无名 这一恋无名射杀了我 但也因为这一恋无名 让你觉知 不要再难住 这是修行者 这是佛陀行为上当的原因的理点 那我们现在 既然已发行出家修行 虽然死于是已有的 但是我们可以在耳后的对应的力量 坚固保持了我们的道理 这个向往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周 每一生每一节圆满了它的功德 它的圆满保存成就 我们对修神道吗在这些 那一面要超越的 一面为一欲的心 绝不妥协 绝不妥协 用尽世间所累积要你放弃修行 你绝对不会退让 不退让的是道心 我们不跟法老做文明 也许道场也会让你感觉到 有一些你不顺帅 但是不是因为这样你做要不要放弃 而是反而你更清楚地去超越它 他就像向往 他反而在作为困难的时候 还选择原谅的那个猎人 他告诉了猎人 最后二哥哥讲 他告诉了猎人的一句话 他跟猎人讲 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拿持猎枪 射杀无功 希望你以后 真的可以在三宝的坐下 忏悔用光 在礼命中的时候 还跟着天理这么说 以后不要再厌杀了 不要再伤害众生 希望以后你可以在佛光的普照之下 能够修行用鬼 在礼命中还意念着众生 尺大尺的一些 所以 这是一个 在佛陀佛说向王经里面 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 是让我们了解到的 佛陀佛之所能成就 就是多生多解以来的 那一念性的极致 对吧 我们现在来求受戒法之后 我们的一念性 不管面对的什么一样的挑战 我们也不可以死 好 好 我们先歇训一下 再来再继续 谢谢 谢谢